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大学土木系的张学孔教授 我们知道目前还缺新内阁 还缺交通部长的人选 还缺内政部长的人选 虽然内政部是一个比较看起来 所属比较庞杂 事情比较多 交通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专业 为什么交通部长的人选 要等到月底才可能公布 而且现在已经公布了 四波内阁的人事名单了 张学光来为我们谈一谈 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感觉上有一点难缠 第二个就是新的交通部长 可能具备一些 或者是哪一些难得的条件 大家好 我们改到礼拜一了 时间非常非常好 其实不是难产 有很多优秀的人才 都在 我还没接到电话 所以还不知道怎么跟林全来 同意或拒绝 不过我想在交通部门 你看它这个很明确的交通部 可是它是涉及到陆海空 观光 运输 观光 就广义的这种交通 过去它也很强一部分是做通讯 当然某部分的业务 它转到NCC 但是你看像中华电信 像电信业者 像过去大家知道ETC 高速公电子收费 它也是跟一个很大的电信业者合作 再加上你看现在大家谈的什么大数据 资讯的应用 所以它又跟某种程度跟经济部 比如像工业局 那它又用新能源车 小汽车的管理 所以又跟这个 能源 然后我们这个能源又涉及到相关产业 我们是资讯通讯产业 所以又跟经济部的工业局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整个说起来 交通部长其实它面临 一个是它有相当多 跟我们基础设施相关的陆海空 第二它又跟其他部会有相当多的互动 我刚才露讲像比如像警察 交通执法 所以它跟内政部警政署 有很强的一个关系 因为很多法规的制定 我简单来讲 大臣你看像我们在道路上用的 我们这个标志标线的划设 有没有 我们耗制的这种时间的决定 那交通部跟内政部是共同颁布了 我们交通设施相关的法规 那还有一些交通罚者 罚款这些东西 也都是交通部跟内政部 特别是内政部警政署共同来办定的 所以话说话讲 它从硬体的建设到软体 你看到我们台湾一直要推动的 这个观光智慧岛 低碳 这个旅游 那息息相关 所以这样的人选 他一方面他要有更广的视野 另一方面他要有能够领导交通部跟不同部会来做协调 所以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所以交通部你看他有一个部长 一个政务次长 然后还有两个常务次长 就是因为他涉及的方面的业务非常庞大 那掌握的资源当然一年还一年从 少的话1100亿 多的话1400亿 你看像马正宏刚上台的时候 有这个经济振兴计划 那时候不景气 政府一下抛出来是3000亿的 交通建设的 这个建设 里面整个3000亿的提升经济计划里面 1100亿是跟交通部有关的 你看 所以他这个 你说难产 如果从一个比如慎重去选择 合适的人选这个角度 那我觉得倒是期盼能够找到适合的 那从另外一角度来看的话 由于他掌握的资源多 那说不定是各方在角力 就是有希望有各自的人选 或者属意的 各方属意的人选 你讲的各方 他毕竟要有一个范围才有各方 也就是说我们说帮派是三头林立 或者说学派 学门 有林立 那总得有一些阵营 像马英九在2018年的时候 我不认为是蓝绿或者是民进党国民党 这样分 你看交通委员里面 他的成员从资深到资浅 那我不能说他这个 说说像刚刚讲什么帮派 派系 但他就是 大家都是一个成长的环境不同 你讲的就是师承 是不是 在一个 比如说你说台大 没有交通工程 属于土木工程系 交通工程组 交大 他也是一个 你只要是不同师门 或不同学系 不同学校 他是不是就 但交通 单单谈运输工程 这一部分 实际上是这个环境 这个范围很小的 所以 所以为什么 我都能够讲出这些 可能的候选人 比如讲 现在已经确定 这个王国才 要担任政务次长 我们在交通 我们在这个 讨论里面也讨论过了 他曾经是这个 一卡通 现在是高雄一卡通 公司董事长 其实他之前 最辉煌的时候 是做这个 高雄市交通局局长 他是这个 干交通局长 做最久的 六年 是 那 是 所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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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台湾 对交通局长 他有一个 非正式评选 最获热这个民意支持的 交通局长 那时候 成局嘛 上任所任用他 那在他任内 完成了相当多 这个实质的建设 那他也 完成任务之后 被任命为 一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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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卡通其实他相对啊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 优优卡 优优卡 优优卡已经发行 这个超过五千万张 那一卡通现在是将近一千万张 可是 王范在刚刚接手的时候 这个才一百多万张 是 那所以他在这个 他的努力之下 因为他完全是放下身段 到各超商 这个跟老板们讨论 各个可能应用的 这个方向去讨论 所以他他现在又担任 台北 这个中华智慧运输协会的理事长 那推动 把这个 自通讯的技术 是 这个自动控制的技术 这个 智慧手机 我们讲的这个 移动通讯 运用在交通产业的这个发展 所以 这个又比一张卡片 更又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 所以他不只是卡片本身 那 所以他去 那当初 大家传言说 他会去当这个交通部长 那其实我当初对他很有信心 但是他自己 我的了解 他自己认为 他没有在中央部会待过 他市场中央部会 早期是在省驻督局 做过 那在那之前 他就是鼎汉公司 他做过鼎汉公司 这个董事长 所以大家就讲说 他从贺城代 什么以前的山羽郡 都是鼎汉榜 我觉得不能 居然这样讲 因为鼎汉他有个特色 就是他 这个 广大 各方豪杰 有交通专业的 都被他 能够延览 成为他的总经理 董事长 包括现在我们 曾经讲过 台湾市交通局局长 钟慧玉 是 他就是鼎汉 这个 节目里面说过的 那 所以 以他有在民间的历练 加拿大政府部门的 这个 经验 这个 所以来做这个 交通部政务次长 能够协助未来的部长 推动我刚刚讲的 那么复杂的 交通的业务 总之就是他是一个 在部长之下可以 有充分协调能力 沟通 而且看起来还蛮积极认识的人 是的 可是 好像还有其他的人 你刚刚提到的贺成蛋 台北捷径公司的董事长 他也呼声很高 不是 他当然第一人选 那 因为以他的这个 认识 勇于认识的态度 跟他对这个 绿色交通的 这个 推动 还有他非常清廉 那 在这个不敢交通部政务次长任内 当初 以及他在中华电信董事长任内 那他跟林权 当时很有默契 就是在别人政府时代 说有那么多这个贪腐的状况发生之下 他们都是能够非常被社会认同 有他的这个 勇于认识跟青年的一面 那 所以大家也在想说 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有同意 那或许有其他的思考 比如想像大家认为任何一个任何人选是何暖轩 这个何博士 他现在是桃园捷径公司的董事长 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一个是台北捷径公司的董事长 一个是桃园捷径公司的董事长 那何暖轩他当初做过交通部次长 做过高铁局的局长 做过高速公路局的局长 所以我们想说高速他都做过 那他任内比较受争议是说 他在高铁建设 这个 这个我们前部中也谈过 高铁建设过程当中遭遇经济的不景气 所以交通部动用了邮政处境的资源 动用了航发基金 来透过政府来协助高铁完成建设 渡过难关 他当时就是担任交通部次长 是关键人物 因为他勇于来做这样的一个行动 虽然后来被人家批评 可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其实当时渡过难关 相当于我们节目中去年讨论过的 在夜眶时任内 对不对 去把高铁面临倒闭的状况之下 做财务改造 那后来刘维奇董事长接手 那这个新的部长任内 把他完成这个财务改造 那你看他们是分别在不同政党的期间 这个能够对高铁提出贡献 那所以何暖宣在他过去这个市长 县市长辅选 立法委员辅选 他对这个现有的 准备要执政党的这个很有贡献 所以他也是被变成一个热门人选 贺成旦 还有何暖宣 还有这个谁 刚才讲的就是出任 王国台是副 等于常务次长 对 政务次长 可是我们要看的可能不是 现在这些台面上的人物 他的现有的经历 或者是性格 甚至我们不是在做一个人事的猜测 主要的目的还是要看 什么人可以来担当交通部长这个职务 我想你应该有一些 对于不管哪一个人 他应该具备的哪些条件 有一些想法跟整理 是 也许交通部 他涉及那么大的资源的运用 那又需要协调那么多其他的部会 所以交通部长他应该除了交通本业之外 他也应该要对其他的需要 跟其他部会共同协调的能力 另外我觉得交通部要跳脱过去 以工程为导向这种思维 就是换句话讲 其实大陆你看很多国家的交通部 他已经叫做环境交通部 环境运输 那或者说国土 国土 英国 英国 那国土交通省 在这个日本 换句话讲说 交通部门在节能减碳的角度 都变成认为是败家子 因为所有的其他部门 比如工业部门 能源部门 都有生产的可能性 都有获利的 住宅部门 还有农业部门 在过去这个十多年 都节能减碳非常有成效 那欧盟分析 包括上次这个巴黎宣言 对不对 这个去年12月 在那个之前他分析就是说 到2020年如果交通部门不努力的话 所有其他部门节能减碳的这个效果 都会被这个交通部门给吃掉 所以整体来看 交通部门占整个这个能源排放20% 污染这个排放20% 那台湾又面临小汽车摩托车 摩托车1400万辆 小汽车700万辆 所以这一方面的这个管理 如果这个部长 他不从一个国土 从一个气候变迁 从一个节能减碳的角度来触发的话 那他还限于说原来这种建 高速公路 那这个让小汽车更方便 而不把这个1400万 1400亿种资源 拨到更多来建我们这个铁路 建我们的公共运输 建更多的这个自行车道 鼓励更低碳的这个运输工具 新能源的这个巴士 那所以如果 所以我认为他还要有这种 更宏观 跟一个气候变迁的这种思维 我想这是他的这个 必须要思考的方向 稍后变客 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通通看交通的科后张学孔教授 学孔你是学工程的 你对这个数字运用 下语教育几率35%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我 但是我教过统计学啊 工程统计啊 对啊 我就问你 你一直骂我啊 但是这个预测 文艺能确定就是他不准啊 预测能够 那我明白啊 那了解吧 那是什么让他这种科学的方法 让他能够合理 所以会觉得他有一些含义啊 就是比如 比如说降于这个超过50% 可能你就戴个伞吧 那20%你戴个帽子 用这个方式来 这也倒不错 好 我们刚刚讲到交通部长的一些条件 我更讲的更明白一点 就是他有一些挑战的 面对哪一些挑战 我觉得跟比如说我们的科技 发展的形态 甚至伴随科技发展形态 带来的新的经济模式 对 这些都可能会冲击到 我们一般的民生 是 就业的人口 未就业的人口 带来机会 或者是剥夺了权利 有些甚至在辩论上 会是形成一种哲学 或者法理上面的探讨跟辩论 谈一谈对 当你讲这个直接想到 就是共享经济了 那这里现在好几个 在交通部过去几年 一直想推 但也涉及到跟对现有产业的冲击 比如我们讲Uber 这一个事实上在将近六年前就在提这个课题 其实我们不要讲Uber 但我举个例子 我们台湾大车队轿车 这个平台 其实大车队它自己本身没有车子的 它是结合很多车行 现在全台湾超过一万两千 一万三千两了 大台北都会去将近一万两 原来这公司根本就违法的 他违法经营好多年了 五六年 结果还是有个友云认识的交通部路程师师长齐文忠 在他任内他认为有必要来规范 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也让这样的一个产业能够发挥 是 对 所以换句话讲 我的意思就是说像Uber 持续接受罚单 那相对来讲 比如说我到经济部开会 经济部说我们鼓励这种共享经济 虽然它同时还在被开着罚单的状况 因为它创造另外一种经营的模式 它可以带动其他科技产业的应用 所以这个就面临一个矛盾 交通部的态度呢 交通部就是罚单 因为他要保护现有的计刃车业 也不是他保护 交通部都很被动的 他几乎所有的罚单都是在既有的计刃车业者 在设计一套邀约Uber来服务的过程当中 把它录影录音下来 然后把完整的证据交给交通部 说你看他违规 当然不可讳言的 Uber以现在的经营方式有三个问题 面临法规上的修订 第一个消费者跟司机之间的问题 如果你租计程车叫计程车 计程车发生事故 是计程车要负责任 可各位听众 你现在的法规 你叫Uber 你坐上去之后 这个司机发生车祸 他是你的雇员 你要替他负责任 第二个司机跟派遣公司之间的问题 虽然Uber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可是我们就成本跟付费来看 还是他的收入 很大部分是被经营者拿去的 第三个 Uber本身资讯公司 我们付的钱是付到 透过国际的信用卡付到国外去的 这个经营的获利在国外的 那这个资讯公司这个平台 他只是付资讯服务的这个税费 所以话讲就是他的服务 他的收入跟他所缴的税是不对等的 所以这三个课题如果不解决 那Uber永远处在一个违法的状况之下 所以除了从创新服务角度来看 还有其他的 那你如果不是Uber 你叫Aber 我们讲Ucar 共享小汽车也是一样 台北市现在要推共享小汽车 你现在共享小汽车这个经营上面 我们现在没有法规 不要说共享小汽车了 大顺 我们各县市政府用的富康巴士 对 有没有 是 服务老人 残疾人士 门到门这个服务 大顺 他的经营方式不合理的 不合法的 怎么说 我们法规里面没有这一个经营门到门服务的这种派遣 这个中型巴士的这种服务类别 我们有九大客运服务类 从小汽车租赁 一直到游览车 你只是没有法 你不能说它违法 你没有这种类别的服务 你提供出来 对不对 那就是立法带动 对不对 整个二十年了 是不是带动 当然是 当然是 所以 立法委员抓起来了 其实这个是立法委员他并不了解这个状况 他认为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 我们需要这种服务 可是大叔 我们节目中谈过了 这种服务 在高龄化的时候 会慢慢慢慢 不只是为了服务 他以后万一碰到一些什么样的冲突 纠纷 他还是必须要以法律问题来解决 他会越来越多要服务我们高龄者 有医疗需求的人 像你脚受伤了 不能开车 你从医院要回家 现在叫个车 你怎么知道我脚受伤了 这个叫个计程 我是举例了 叫个计程 这个计程车 一千两百块钱 可是如果你用这种 共乘服务的小巴士 你费用就是三分之一 像我的团队实际做过调查 你把富康巴士 推广给一般人来服务的话 有很大的这种需求 可是对不起 现在法规不合 你如果提供这种服务 你就是违法 那就要给你开这个法单 所以你因为一个新任的交通部长 也有义务 要去处理这样的事吗 或者说他 这个本来他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我们假设这样当官的惯例 可是这个问题 应该在这一任的交易部长 把他扶到台面上 我觉得因为面临高龄化的社会 这种创新服务 我们刚刚讲运用 资通讯技术来提供的创新服务 所需要的法制化的基础 是交通部必须要结合内任部 结合经济部 共同把它定出来 这是我的重点 另外我相信除了这个金钱 还有交通安全 对 面对交通安全这个事情 它不应该是警政单位而已 对不对 交通安全现在我们看都是警政单位 对 他说我在节目的讲 呼吁很多次 这个是令我很痛心的 全台湾一年车祸死亡 三千 四千 从这个因为车祸 因为我们是24小时死亡 被车撞到或者发生事故 才算在里面 对 像他这个以现在医药技术 拖三天拖五天死 一个月 所以真正卫生署的统计 四千两百人 一年受伤三十六万人 我们重残是五万人 重残 重残是失去能力 第一年超过一百七十亿美金的损失 可是这涉及到不只是交通部本身 内人部警政署 教育部做教育宣导 所以交通部长他有责任 把现在的交通部里面 道安委员会 只是在交通部的这个职责内 把它提升 比如说到行政院副院长这种成绩 像我自己担任过 道安委员会 那时候叶匡师部长在任内的时候 我开会第一次就跟叶部长讲 我说叶部长 我希望下次开会 不是你来召集这个会议 而是用行政院副院长来召集会议 你是副召集人 意思就是说怎么把它提升 跟教育部会相关的部会 可是教育目前能够做的事情 应该就是好好来思考 以现有的组织之下 我怎么来降低造势 降低死亡 配合向全世界宣布的 到2020年 全世界因为凑合死亡的人减半 如果我们能把4200人减半 减到2100 对把36万人受伤 把重残的人减半 你想想看 这个社会的这个无谓的损失 你可以 或者你可以帮助多少家庭 台北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 4月25号星期一 通通看交通单元 台大图目系的张学孔教授 为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 来看看 台湾下一任的交通部长 具备 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同时也会面对哪些挑战 我们方才从 比如说做这个部长的协调能力 以及他去能够在不同的产业 或者是新产业 新经济的形态之下 如何因应提出更具备 不管是竞争力也好 或更具备社会公平性 以及更有安全考量的 这些个发展政策 除此之外 我们还会从哪些角度来看 新交通部长 不得不在未来的这一任里面 也就是这几年 2016年以后 所面对的一些挑战 但是我们节目中常常谈的公共运输 在2009年开始 已经有7年 所以公共运输发展计划 跟公共运输提升计划 他就要用轨道交通之外的 比如说我们的公车 中小型的巴士 每年50亿 能够提升公共运输的比例 每年50亿 50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盖捷运一公里的钱 因为当时毛泽国当部长的时候 认为全台湾都在要求要做捷运 可是他就讲了一个名言 他说公车都没人做 盖捷运是灾难 造成这个 他就变成头版了 其实他的意思意思是说 我们是不是肯从基本工先做起 把公共运输 对不对 整个先 用不那么多的资源 所以他到现在你看一年50亿 7年 虽然没有到300亿 50亿 因为每年还被预算砍 但是少说也每年有40多亿 可是到现在你会发现 它的效果虽然有提升 可是从2009年到现在 公共运输的运输提升的比例 不到5% 虽然你说论次来讲 一年还有什么一亿两千 人次 可是就这个整个比例来看 因为他当初设的目标是到2025年 希望我们将我们台湾 原来只有整个台湾只有15%的人 使用公共运输 包括所有的公共运输 我们说从高铁台铁捷运地方客运 15%能够提升到30% double 当然这个很有意思 全世界讲两倍跟二分之一 我们刚刚讲的是交通安全 对不对 要降低二分之一 另外全世界也在讲说 公共运输的比例 绿色交通的比例要double 提升到二分 提升两倍 所以换句话讲 这个延续性的工作 我觉得不应该因为 不同的交通部长 不同的政党 而改变 因为这个就是符合刚刚讲的 减氧减碳 气候变身这个议题 所以今年是最后一年 这个资源的编列 新政府上台之后 你看他9月就要开始 审议明年开始的预算 那我们诚挚的呼吁 新的部长 以及他的团队 应该要持续来推动 这个公共运输发展 跟提升计划 这是一个挑战 这是一个挑战 那另外 我也观察到一个课题 这个很有趣 当时你们看到这个新闻说 这个台铁普悠马号 对不对 这个原来要开花莲 对不对 这个北回 因为因为这个路线型 所以他普悠马号 他可以更快的能够转 在弯道状况之下来 能够提速 结果现在普悠马号说 每一天要开两班 从台北到高雄 从屏东到台北 从高雄到台北 这个班次 所以媒体用一个标题 很聪动 说双铁开始打车拼 那我看这个 我就心里非常担心 我们花了这个4000多亿 盖的高铁 我们每年在过去10年 投入至少300亿 做台铁捷运化 对 目的就是干什么 目的就是在考台铁跟高铁 在西屋走廊 做某种程度的分工 所以我高铁做中长途的运速 那在共战的几个车站 比如台中 台中有新的烏日站 对不对 那我在这个台南 对不对 有这个联络的这个 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发展 目的不是在让台铁去提速而已 不是 台铁应该分担 它跟都会交通 互相合作 都会区建了很多简易的车站 让它变成都会生活铁路的部分 就像日本很多周边的 这个郊区铁路一样 那把这个资源有限的 这个像普庸马号这种资源 应该大量提供 从北台到东部 将来到宜兰到花莲 将来到台东 换句话这种分工 如果你还是用这个双铁来测拼 我觉得这个交通部长 失去他应有的责任 同在一个部会上面 做监督管理的 而且现在谈这个高铁改造之后 这个超过60% 这个股份 这个高铁公司变成政府的 所以你从台铁的立场来讲 他这么一个老字号 又有非常庞大的退休人员的负担 他如果他最有利的竞争条件 就是他提速嘛 我能够更 也像高铁一样 能够尽可能的 让我的车 就让人更快的往来 这是他最有利的生存因素 可是普庸马号的优势 就是在东部 北回 你把这个车辆抽调到 这个福 这个高雄 屏东 到台北 换句话说 在你东边的这个服务的 班知识就会降低 这完全是相对的 此消彼长 就是说怎么来促成 他们更多良性的服务 我觉得是这个 这个部长要来思考的 那这种分工整合 是早就既定的政策 也不应该是 因为不同的政党而改变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几个 我想你再提一个 我觉得可能还存在着某一种 不容易成就的挑战 大船 我们常常讲的摩托车 小汽车的管理 我们以我们的所得来看 台湾小汽车的持有700万辆 相对于跟我们同样 这个所得的国家 我们算低的 为什么 因为他做了有效的管理 不管停车付费 交通法规 可是摩托车占1400万 全台湾1400万 以台北市来看 这个光有的停车位 法定的摩托车停车会不到20% 能够收费付费的摩托车不到1% 换句话讲 他是有很多学者来讲 他是一个扭曲的方便性 这个全台湾都发生 台中市市长 我们虽然是林家总说 他废掉这个BRD 我很不爽 可是他做了一个事情很棒 在火车站周边 开始对摩托车分区收费 有效管理 台南市赖清德赖市长 早就开始来做 这方面的事情 高雄是王国才当局长的时候 陈局陈市长也支持他 在火车站周边开始做 你会发现一开始收费 他就变成有序了 所以我谈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涉及到不只是交通 这个各地方政府的问题 还涉及到你中央政府 对小汽车 对摩托车的管理政策 因为你有补贴款 因为你有子弹 你有相关 类似公共运输提升计划 每年50亿的这种资源 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资源结合 告诉地方政府说 你提升公共运输的同时 能够对小汽车摩托车做管理 如果你这样做 我给你更多的资源 那这个配套起来的话 我相信 你刚刚讲的前面 你特别强调的公共运输 就会有更多的 更好的条件环境来发展 你就让这样的一个资源 运用在更多公共运输 环境的提升 这对整体来说是有帮助的 这对国民的健康也是有帮助的 我们本来还有一个话题 要接续前一次你来的时候 我们所提到的 也就是台北市的交通政策 也就是给柯文哲打打成绩 虽然我们打过一次 但是似乎并不太周延 有好几颗没给他打 我们下一次再来的时候 特别预告 柯文哲 你皮要绷紧一点 你的交通 很多眼睛在看的 而且看着的眼睛都是专业的眼睛 是的 我们下次希望有机会再来评论 现在这个评论让我很痛苦 好 慢慢来 我们来等 感谢观看